大家好,我是瑶瑶,这是我为娃娃被拍摄的一个乐高套装的介绍 然后这个套装呢,它的名字叫做31031 然后它是适合6到12岁的小孩玩的 这是三合一套装 也就是说呢,有三种东西合在一起 它这些东西吧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其实三种东西加在一起是在这里的 那么今天我只搭了其中的一种 就是那个鹦鹉的那个套装 也就是这个 它一共有三本说明书 看 给你们看的话我会这样 但是待会我说的话会竖起来说的 这是它的青蛙 然后还有一只小苍蝇,刚才露说的 然后话说呢,我挺喜欢这个鹦鹉的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三合一套装是什么 刚才我忘说了 就是说呢,有三个东西 它给你一堆零件,然后这堆零件可以同时搭三个东西 那也是拆了搭拆了搭 然后这是变色龙 这个是食人鱼 这是其中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最喜欢这个鹦鹉啊 虽然这个鹦鹉搭起来有点慢 然后难度虽然也不大 但是我感觉还行啊 然后呢,还有这个青蛙 最好笑的就是这个青蛙会说话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它就这样说话的 然后苍蝇,这个苍蝇也很可爱 如果你要的话,我甚至还可以搭一遍给你看了 它的眼睛还可以翻来翻去的 这只青蛙还可以把苍蝇吃下去 这很好笑的 特别是这只鸟 你看它外表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嘛 然后呢,其实它是可以吃东西的 它这个里面是空心的嘛 假设这是鹦鹉的饲料 卷进去了以后 它会在下面堵住 因为这里有一个它的羽毛 这是尾巴嘛 然后打开来了以后 它就能拉扁扁了 结果四颗饲料全部被它拉出来了 这个好好笑的 然后这个套装上也说呢 它让你也把一个饲料藏在青蛙的嘴巴里面 但是我感觉都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我感觉都没什么关系的 于是呢,我们可以下编一个故事 就是话说有一只鹦鹦 它有一天看到了一堆色料和一个眼睛 因为这个眼睛是剩下来的 它想我要吃哪个呢 后来它决定吃眼睛 它眼珠一转 眼珠一转 决定吃眼睛 二五,这眼睛真好吃 拉出了一个眼睛辨别 然后呢,这时候呢 有个青蛙过来了 它说,眼睛呢?眼睛呢?我也要吃 鸟说,眼睛已经被我拉出来了 青蛙说,太恶心了,我不吃了 一个故事就这样完毕了 这就是我的测评 今天的测评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么下次的测评一定跟今天不一样 或者也会是一样的 最近还要过寒假了嘛 希望大家能多看一看 我寒假的时候的创意统视频 就是每天都会发一个的 新年的时候我就不确定了 那么谢谢大家 那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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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